1941年末,是南斯拉夫游击队最艰难的时刻 一艘押送犹太人的德军运输船行驶在佩尔梅河上 尚未库尔特让手下将安娜带到舱内 安娜是犹太人,两人从小青梅竹马 战争打乱了他们原本的生活 此时库尔特想找个机会 用小船将安娜送到对岸的游击队控制区域 如果等船到了集中营,安娜只有死路一条 就在这时,枪声响起,埋伏在河岸的游击队发起了攻击 船离河岸不远,正好在射程之内 船上的德军完全成了一栋靶子 舵手在刚一交战就被干掉了 船失去控制,向着岸边靠了过来 库尔特慌乱中想要改变航向,但为时已晚 德军士兵虽然顽强抵抗 但架不住游击队员,个个都光环在身 战斗很快进入尾声 库尔特在逃跑中被一枪打中,落入水中 一旁的安娜看到后,急忙丢下一个救生圈 库尔特才侥幸逃脱 然而这一切都被副队长马尔科看在眼里 眼下形势他暂时没有追问 这场战斗阴差阳错 游击队原本是想伏击一条德军物资船 没想到,船上全是犹太人俘虏 这么多俘虏对于眼下的游击队也是不小的负担 但也不能弃之不管 最终马尔科与队长商量 只能先带这些人先返回罗姆斯卡 在路上,马尔科质问安娜为什么要帮助德国军官 凡是帮助德军的都要被处决 安娜解释说道,她是奥地利人 我们从小就是朋友 马尔科让安娜留了下来 她觉得这个女人或许还有用处 侥幸逃回的库尔特求见将军 由于亚运任务失败 按照军规,她是要被送到东线战场 但由于将军和库尔特父亲是朋友,她有将军照着免于处罚 但库尔特还是请求将军将他派往一线部队 随后她作为上校亨特的副手 加入了清扫游击队212团 之所以这样做,她是想找回被游击队带走的安娜 另一边的罗姆斯卡小镇游击队原计划 暂时将这些犹太人安置在这里 但得知德军已经向这里开来 只能被迫转移 马尔科带领小分队去阻击德军 为大家争取时间 就在小分队埋伏后没过多久 德军就沿路开了过来 面对数辆德军坦克装甲车 游击队似乎已经习惯 马尔科观察敌情后 向队员发出战斗指令 山炮首发命中大大鼓舞了游击队士气 战斗随之打响 这也是库尔特加入212团的第一次战斗 德军虽然装备精良 但游击队意图明确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并不是要死战到底 一番交战 双方彼此都有伤亡 游击队见好就收 迅速撤退 硬钢肯定是要吃亏 在临时营地 安娜又出现了 她并没有随着大部队向深山转移 而是打算加入游击队 或许自己能帮点什么 德军并没在受到阻击后选择撤退 而是继续推进到了罗姆斯卡小镇 他们的这次任务 一是要清扫游击队 二是要抓回被游击队救出的犹太人 上校亨特亲自审问了小镇镇长 在德州游击队去向的消息后 依旧在谈笑风声前 处死了小镇的女教师 杀一敬百 用来警告小镇民众 由于提前得到消息 在犹太大部队前行的村庄 德军早就做好了埋伏 只等于而上钩 犹太人再次被押送进临时安置点 库尔特挨着查看 询问了每一个人 但都没有安娜的消息 此时的游击队接到总部的新命令 计划进攻佐尔塔工厂 对于目前的游击队来说 只有不断地进攻德军 才能得到必须的装备和物资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安娜与马尔科也渐渐熟络了起来 佐尔塔工厂是德军掌握的一处矿区 情报显示 这里的德军防御相对薄弱 借着夜色游击队员按计划潜入了进来 天光见谅时正要发起进攻 安娜却跑了过来 马尔科有些焦急 这个女人真耽误事情 但还是将她护在了身后 战斗随之打响 当冲入场内 除了在外围遭遇了德军抵抗 工厂内部却安静地出奇 马尔科也察觉有些不对 事出反常必有妖 果然就在此刻 一辆辆早就埋伏好的德军坦克破枪而出 德军不傻早有准备 游击队中了埋伏 没有重型装备 战斗成一面倒的趋势 游击队只能选择撤退 马尔科也趁乱逃出 这里距离他家不远 他便选择回去看看 小镇在炮火中早已满目疮痍 街道上没有一个人 马尔科来到自己的家中 物是人非 一番伤感 或许是因为太累 他竟然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中被高音喇叭惊醒 德军对小镇开始清扫 所有16岁到60岁的男人到广场集合 然后被押送到集中营统一安置 路上难免出现混乱 对于那些摔倒的走不动的老人 就会被就地处决 马尔科趁乱逃了出来 长途跋涉后终于找到了游击队 虽然看上去有些狼狈 经过一番生死别离 马尔科和安娜的感情渐入佳境 就在当夜 两人的关系也再进一步 游击队的条件相当艰苦 天为背地为床 可以说是走一步是一步 此时通讯员来报 德军在电台中劝说游击队放弃抵抗 选择投降 这也是德军抓获所有百姓的目的 用他们做人质 但即使如此 即使那些人质中有着他们的亲人朋友 游击队依旧没有选择投降 而是继续战斗 仪表决心 他们选择了相对薄弱的一处德军据点 一番侦查过后 毅然向这里发起了攻击 这些战斗场面看上去有些那啥 经过一番生死熬战 游击队彻底拿下据点 并且成功俘虏了大批德军士兵 而这批俘虏当中 就有安娜的前男友库尔特 两个男人一个女人 通过眼神和女人不自然的神态 两个男人似乎都明白了什么 随后安娜向队长报告 库尔特提出可以用俘虏来换人质 安娜一直也相信库尔特和别的德军不同 他是被迫加入德军的 一旁的马尔科却有些不以为然 德军司令部内 将军也提出相似的交换计划 但上校亨特直接反对 他认为这样就是妥协 会让德军失去威信 亨特一贯心分手了 既然游击队不投降 他明天就会处决所有人质 但面对要处决五千人的抉择 将军严肃起来 没有当场表态 选择了向柏林上报等待命令 第二天中午时刻 集中营阴云密布 德军将所有人聚集了起来 此时库尔特感到 说游击队提出交换人质 这些被游击队视为薄的俘虏 却在亨特眼中连草都不是 随后亨特国断下令 处决所有人质 而返回的库尔特 却成了德军 清扫游击队的向导 安娜移情别恋 这一点他心知肚明 却不甘心放弃 游击队再次被迫转移 至于那些德军俘虏 而是放了他们 但四散而逃的俘虏 却被德军轰炸机 来个乌龙 最后一个不胜 由于东线战事吃紧 德军力求迅速结束巴尔干战场 在将军的命令下 德军的围剿行动又开始了 库尔特被任命为先锋队长 带着特战小队先行出发 游爱生恨 这也是他积极出战的一个原因 而奇葩的一幕是 德军此次围剿指挥官 上校亨特 在部队开拔前的巡查中 意外地被游击队女少兵 一枪带走 另一边 德军特战队在库尔特的带领下 很快就发现了游击队的踪迹 他没有等大部队到来 直接发起了进攻 而他自己 在剧中连哼都没哼一声 就被安娜的现任男友 一枪接过 游击队行踪暴露 队长阵亡 来不及悲伤 剩下的队员在马尔科的指挥下 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选择渡河 进入波斯尼亚 这条河是他们唯一的退路 马尔科选择留下来掩护 此时的掩护任务 几乎是实死无生 德军已经死死咬住游击队 天上飞机轰炸 地上坦克进攻 为了大部队过河争取时间 没有选择 只能死战到底 影片至此 全部结束 本片上映于1974年 有时候翻一番老电影 看到的又是一番滋味 回看历史 才能真正体会到 和平的幸福